我關注全球化的議題有一段時間 然後都是跟穿的東西有關 這一趟很長的旅程下來 我看到大部分都是很悲慘的故事 就是他們的工廠 關的關 倒的倒 然後可能有一點小小的夢想 可是這個夢想都非常難實現 所以我看到我公開的時候 一開始的時候覺得 他會是我們的主角 直覺上我就很希望他會是我們的主角 我好像把我長期以來 在面對全球化衝擊的時候 拍攝的紀錄片所受到的衝擊 有一部分我投射在他的身上 就是說我從他身上的那種樂觀跟幽默 我有看到一種希望的微光 然後那個微光就吸引著我 一直圍繞在他的身邊尋找故事 你會發現他好像就是一個在地的一個 非常不起眼的一個小人物 可是當我們不斷地去挖他 不斷地去跟他相處的時候 你會發現那個微光的光線是非常大的 他可以照亮身邊很多的人 然後鼓舞身邊很多的人 那抵達抽單是他人生裡面一個很大的挫敗 對 這個讓他 不管他是身體健康上或者是他 我覺得有一個程度 他有一點懷疑這一切到底是所為何來 當然這是我解讀到的 其實他承擔壓力的肩膀也非常的厚實 我們越來跟他越來越熟的時候才發現說 這個人果然不是我們想像的那樣 就只有樂觀跟開朗的那一面 他心裡面也會有一個黑暗的角落 那些陰影所在的角落 這些陰影所在的角落 曾經帶給他生命一個非常非常大的衝擊 就是差點過不去了 有一個很大的關卡 那我從我剛才身上看到就是說 他的樂觀開朗那一面 還有他心中的黑暗角落 那兩面都是非常真實的存在的 我想這部片裡面當然最主要的人物是歐高兄 所以他身邊的這些家人 其實主要是這個家庭 我對這個家庭很有感覺 就是這個家庭裡面最主要的兩個成員 對我跟他來說非常重要 一個是他太太 就是我們從不同的角度去看 看一個人的時候 鏡子在不同的角度下 會折射出不同的面貌和圖像 所以我覺得對我來說 這兩個人的存在 在影片中就是讓我 就折射出歐高兄的一種 很多種不同的面貌 我舉個例子 好比說 我們看到的 如果我們只拍他一個人的話 我們看到他是奮力往前 由不放棄 樂觀開朗 然後非常的幽默這樣 可是當太太Amy的這個鏡子出現的時候 我們看到他其實是有點大男人的 然後他有一點霸氣 那這個霸氣當然會對這個太太造成影響 可是我覺得那可能都是複雜的 我們不可能只呈現一個人她美好 或者是絕對正面的那個部分 因為那個完全不真實 所以我覺得太太的這個存在 折射出她的這個 就是說一個比較大男人的這種角色 其實也很好 這也是她的一個部分 很多女性看了可能都心有所感 然後兒子呢 兒子折射出來是一個嚴父的角色 造就了這個故事裡面非常曲折而動人的 所以我覺得這些感情的素質都讓我覺得 這個家庭充滿了愛 充滿了讓Ogaha支持她往前衝的一種動力 這些部分都讓我覺得非常非常動人 我覺得你們也有 problem 這個家庭充滿了 發音的主機 可以用很久的 所以就是謝謝